第2的9题 右图是罗翼某时段开车的位置对时间的关系图 若将其改会成速度对时间关系T图 请问下列何选项正确 我们可以知道LT图的 直线代表的是速度 直线如果越斜就代表的速度是越大 直线如果是平的就表示静止 所以从图上看到 1到2秒钟的时候 罗翼是静止的 那我们选项中呢 只有A跟B 它这个有一个是静止的时段 所以答案是AB其中一个 但是我们又看到了 我们前面说HT图的直线代表速度 直线越写代表速度越大 我发现0到1秒的这个直线 比2到3秒的这个直线来的写 也就是前面的速度比较快 后面的速度比较慢 这样的话呢 只有A选项这个呢 才是前面的速度比较快 后面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答案应该是A 所以呢 第2的9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选项何的正确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A A选项正确 第一 1到2秒是静止 第二 0到1秒的速度 比2到3秒的速度来的快 所以我们答案呢 选择的是A A选项正确 does能 consist work吗ウィング подпис User mia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